香港其實很多人都未親身見過這個水龍卷的情況 究竟為何會形成,以及未來會不會更加頻密出現呢? 究竟如何預防呢?請來這位嘉賓和她的驚訝 香港氣象學會的發言人梁詠武先生和她的驚訝 早安 梁先生 早安 剛剛週末的星期六出現過水龍卷的情況 大家都說在香港很多人都未見過 其實為何會這樣形成呢? 不要說很多人都沒見過 是啊 我搞氣象都沒見過 是啊 沒錯 所以我跟朋友開玩笑 新鮮看到的人真的很幸運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機會 當然難得見到這個自然的現象之餘 都要留意安全 香港其實水龍卷是很少很少的 其實一年平均都不會有一次 大部分都是一些偏遠的地方 即離岸的海域 所以你說在維多利亞港 有水龍卷出現 就真的很罕見 但是又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香港的水龍卷也好 龍卷風也好 比起其他世界各地 譬如美國、歐洲、甚至中國內地都好 都是相對弱的 所以暫時來說 我們這麼多年的紀錄都沒有一些重大的傷亡 少少的破壞是有的 譬如說有些貨櫃的箱是倒下來 機場有些小型的飛機受到少少損毀是會有的 所以留意得來就不需要太擔心 那這些算不算是極端天氣的轉變氣候 令到好像我們的亞熱帶地方 都出現這些特別的天文現象 很難 這個真是很難去判斷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說我們研究氣候變化 究竟會引起什麼極端天氣呢 很多時候我們都用一些所謂電腦的模式 你知道電腦的模式就是要運寸 很多時候我們都可以去研究一些大的天氣系統 譬如說颱風、低壓槽、引起落大雨那些 就用電腦的模式去研究 是成果非常之好的 但是水龍卷大家都看過很多頻道 就是星期六的水龍卷 其實的範圍真的很小 可能直徑是幾十米 這些這麼小的天氣系統 在電腦的模式裡面就很難去模擬了 所以現在在研究方面就說 全球暖化對水龍卷多了還是少了 其實結論不是很確實的 不過有一件事可以大家參考的就是 其實看回星期六的水龍卷 是跟一些雷暴有關的 即是當日天文台都發出雷暴警告 如果大家稍為熟悉氣象的 上天文台網站看那個雷達的圖像 就看到這個維港那裏 即是紅磡灣那裏 真是有一個雷暴的雨團出現 有一個雲團出現 而這個雷暴這個現象 是跟全球暖化有關係的 即是說因為地球暖了 大層裡面的水分多了 就容易產生一些我們叫做 強的對流的天氣現象 那就雷暴雲就會產生了 而一產生雷暴雲的時候 再配合一些其他有利的天氣條件 就可以產生水龍卷或者龍卷風 所以在這個雷暴雲的產生的 有利條件底下 可以說全球暖化有可能 令到將來這些極端天氣多了 但這個純粹是推敲 但無論如何 始終都是一些很罕見的天氣現象 既然那麼難現在目前預測到 其實形成前有沒有些什麼先兆 或者遇到的時候應該怎樣去防備 其實先兆幾乎是完全沒有的 總之我剛才說 如果那天是有雷暴出現的 譬如說天文堂預測 可能有大雨雷暴之類 或者更加確實 天文堂已經發出雷暴警告 那大家就要小心一點 但是其實雷暴本身 都已經破壞力很大的天氣現象 如果雷暴再發展成一個水龍卷或者龍卷風的話 破壞力就更加增加了 所以留意這些所謂惡劣的天氣的情況出現 好啦 如果一旦發生了 好像在洪暗灣出現了 而你剛巧在海濱長廊那裏 在山寶的話 那就真的 立刻要去找一些有壓遮頭的地方去避一避 但是有時都明白 我們用肉眼很難去判斷到水龍卷走向哪個方向 有時走錯最好就是離開水龍卷 但是有時都很難判斷到的 如果真的遇上的話 沒辦法 即是抱著一些堅實的東西 譬如電燈柱或者欄杆之類 嗯 身邊不知道有沒有見識的男朋友 可能都不 這也是一個方法 這也是一個方法 上星期跟阿武哥 我們在一個胡元昌會議 聽你的高見都說 香港應該要有一些 叫做普查 即應付極端天氣的普查 是否值得我們大眾去深思一下 是否要探討一下 我所謂普查 即是一個所謂風險的地圖 其實就是想做 即是那個產品是一個風險的地圖 那如果你說龍卷風 水龍卷那些是沒得做的 因為實在 即是我們過往的統計數字太少太少 根本看不到趨勢 也都不會 不會有個結果 說哪些地方 出現龍卷風的機會大些 那至於說我們 我所說的風險的地圖 就是因為我們香港雖然很小 1,100平方公里 但是地形變化都很大的 有些近海有些近山之類 那它受到的 天然災害的風險 是可以完全不同的 譬如有些地方 它山泥傾瀉的風險是高的 有些地方打風的時候 風暴潮影響是大的 有些地方譬如新界北這樣 因為低溫的關係 下起大雨上來的時候 水浸機會高的 所以我就自己覺得 跟隨很多世界的先進國家都好 其實都有一些所謂風險的地圖 大家知道身處的地方 屋住的地方 或者上班附近的地方 是有哪些天然的災害 出現的機會是較為高的 起碼都有一個防範的心態 更加好的 我們做多些預防的工作 譬如低溫的地區 起碼我們都有一些雜板 可以大雨水浸的時候 我們擋了 不讓洪水湧入屋 至於此類 現在極端天氣都頻繁了 無論任何地方都是 香港這邊其實 可能到現在這個時間 都仍是天氣非常非常之熱 天氣景的情況 其實這個趨勢會怎樣看呢 如果你說天氣熱 都無可避免 只會繼續熱下去 因為最理想就是 我們全世界 即不是只是香港 全世界那個減盤 即碳排放減少碳排放的力度 是大幅度的增加 我們就有希望控制 溫度不再上升 但現在的現況來說 如果跟我們每一個國家 簽了巴黎協定 2015年的時候 有個巴黎協定 有個氣候高峰會 大家都會有一個計劃 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個計劃 是每年排放多少 如果根據現有的所有國家計劃的話 我們的碳排放 已經發炭的排放 不會有大幅度的減少 反而甚至有輕微的增加 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真的無可能 預期氣溫會下降 所以我們只會更熱 在一些水深火熱的天氣底下 但這個不單止熱那麼簡單 因為有研究顯示 香港大學有些研究顯示 因為熊熱的天氣 是每年平均可以額外 死多百幾二百人的 大家要多加防範天氣的情況 不過這可能是大小 越來越熱的天氣 今天我們先跟梁榮母聊到這裡 先謝謝梁榮哥 謝謝